你好 欢迎收看3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为了解花莲县警政单位各项的业务推动情形 以及执行成效 花莲县议会组成了专案桥组 一连三天视察玉里凤林吉安花莲市 以及新城无所警分局 除了考察各项警政业务推展 也希望借此座谈会 可以解决各派出所无法修复的设施 以及设备予以报废或是太旧换新 而专案小组议员将全力协助改善基层远景的工作环境 9号下午花莲县议会专案小组 是来到了吉安警分局 由分局长率领各组各队勤务中心 以及分助所干部参加座谈会 并由分局长进行工作简报 首先我们感谢花莲县议会专案小组 今天波容地理指导和鼓励 那也代表选拟同仁 遇上值得万分的协议 那本分局在各企长官 一切的指导之下 选拟同仁中间所管会 努力一步 想去的治安交通 还有卫民服务等各项警政工作 都能顺利的推动 意见交换时议员相当肯定 警方办案绩效 以及稳定社会治安的成效 并且对于交通安全宣导 交通工程改善建议 重点违规取缔方式 降低了交通事故发生予以肯定 召开这个专案会议的座谈 希望等一下我们可以透过意见交流 来得到我们各派出所 或者是各部队长 你们辖区内 你们办公室 基本的设备 有需要淘汰 甚至说有急迫性的 有漏水的 还是什么样的装备要 太慢点 都没有关系 可以在这个座谈会来提出来 那我们由一位来会诊 会诊了以后 透过我们跟现在我们良上的沟通 我在这边跟各位 组长跟派出所所长来承诺 我在法案小组的一年 我一定全力把你们提出来的需求 在这一年内 我一定会跟县政府来做良善的沟通 一定全力来把你们的需求来改善 县议会专案小组成员 肯定花令陷阱局在治安交通 以及为民服务建构安全宜居的环境 同时也表扬了三位纪乎远景 并感谢所有在背后默默支持警察同仁的宝券 记者凌桀 金安香 裁判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